夏天剛剛開始 台灣的夏天也正要開始了 而且就從今天開始 接會要會越來越熱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的節氣 我們來看看 今天正好就來到了夏至了 夏至這一天開始 夏天這個白天會變得很長 晚上就變得很短 就是熱的時間就變得比較多了 那陽氣相對來講 也就比較盛一點 但是要注意的是 夏至這句俗言 就讓人聽得會怕怕的 叫什麼 夏至本台的出席 就是要進入颱風季了 雖然這個封面北台了 梅雨季大概已經畫上據點了 但是接下來是颱風季了 所以這個天氣當然還是有變化 但只要夏天沒有颱風的時候 就是很熱很熱啦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外面的氣溫 真的是滿熱的 早上8點多的時間而已 現在在恆春已經有31度了 台東 台南 高雄 嘉義 大概是30度左右 北部地區28度了 目前看起來 今天白天的氣溫 基本款大概都是32 33度 甚至有的地方 像大台北地區 說不定有一些下沉座的話 搞不好會熱到34度 那台東更要注意了 台東昨天吹噴風是35.6度 看起來今明兩天 都還在噴風的環境底下 所以高溫隨便 也都還是會有35度的狀況出現 所以最熱的地方 應該是會落在台東 那接下來我們看衛星雲圖啦 天氣當然是 已經逐漸在穩定當中了 封面系統北台了 所以你先看 封面大概已經開始要到上海了 所以現在換到上海地區要入煤了 台灣差不多就是出煤了 但是這幾天 在台灣附近的風場還是西南風 所以西南風的水氣進來 又很容易就會在這個清晨的時候 在中南部的沿海地方 出現一些所謂海陸風符合的效應 這時候就會開始下一些陣雨 其實今天早上就有 另外今天宜蘭 因為有一些殘酸水氣飄進來 所以早上也有下雨 不過這些雨勢 大概通常都是在太陽整個出來之後 就會停下來 所以白天來講 整體的天氣會 一天比一天還要再來的穩定 但是注意的是 在中午過後還是在山區 特別是北部東北部山區 容易有一些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那當然太平洋高恰的勢力 是逐漸的在增強當中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 未來這一個星期的天氣 都會是維持在一個穩定 新浪 炎熱的狀況 最後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停看廳囉 快速整理一下 因為天氣逐漸在回穩 所以悶熱的狀況越來越明顯 隨便都是34 35度 記得防曬 多補充水分 因為今天紫外線 整體來講都是過量的 而且看起來 今天明天一到週休炸極 甚至下個星期 天氣都會很穩定 受到剛剛犧牲的影響 降雨大概都覺得 比較偏重在午後 所以這個降雨的情況 是逐漸緩和下來了 天氣就現在變熱了 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天熱 特別容易有些中暑的狀況 塞傷的狀況 這些都還是要小心預防的 以上是這些天氣信息啦 把時間交換給志成